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障自身安全 而在所有的武术中 和气道可说是最适合男女老幼练习的武术 在非暴力 非蛮力的学习原则下 这是一项非常值得提倡的全民运动 更是忙碌的现代人 借以增进亲情的亲子活动 和气道是爱与和平的精神舞蹈 它是以不争斗为原则 而且呢 和气道最主要的是 怎么样以天地合而为一 它是适合所有的人都能够练习 所以它锻炼的也是一种身心健康 不只是身心健康 还有智能的锻炼 锻炼和气道以后 你的意志力会很坚强 然后如果你能够持续坚持的话 往往就在这种做人处事的态度上 也会有所不同 在台湾 和气道是由李清南老师创办 并加以推广 而中华民国和气道协会的 王秀娟理事长也是李清南老师的 唯一一波传人 秉持着李老师推广的一致 王秀娟理事长也相当努力将和气道发扬光大 2018年台湾国际研舞大会上 王秀娟理事长邀请到各国和气道同号前来共襄胜举 今天我们举办的是2018台湾国际和气道研舞大会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每两年就会举行一次亚洲和气道研舞大会 这一次能够邀请到国际和气道总会的会长跟秘书长来 那是我们最大不同 中华民国和气道协会在台湾已经成立50年了 那在这51年的开始就有两位贵宾来临 那真是我们大大的光彩 中华民国和气道研舞大会 我们现在接着这个节目的表情 来自中协民国和气道協会在台湾中 这次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帮来台湾 而我们在这里的英文博家和气道 也有两位共有的国际的協会 我们在这里的感谢 我多谢我们再来的期待 谢谢你 这一年 我们也能参加这个大会 每年中华民国的气道協会 每年中华民国气道協会 我做了很多的方式 希望大家有很多贊助 核汽泰拳的特色是由我的老師李清南老師所創立的 那李老師覺得核汽泰拳是核汽到最深層的 而且最高的鍛練的境界 雖然他已經不在11年了 但是我們持續的在練習 核汽泰拳呢 它是一种球的旋转 那是我们人最稳定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锻炼 无形当中断增强的武功的精进 王秀军理事长除了自身锻炼外 为了将和气道往下扎根发展 借着担任台北市西南区福伦社社长期间 与台北市的中正国中合作 成立了台北市西南区和气道福伦少年服务团 希望能有更多青年学子 加入学习和气道行列 并培育更多优秀人才为国争光 我们今天在中正国中成立 西南区和气道福伦少年服务团 是很难得的 因为和气道明年在保加利亚 有第三届青年的和气道演舞道 可能明年如果他们学义有精的话 那请校长帮忙带队 让他们大家都能够一如所愿 中华民国和气道协会 在国际上已经深深被肯定了 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 不过我总觉得说要往下扎根 所以我希望未来 我能够培养更多和气道的种子 能够以后代表国家为国争光 谢谢大家